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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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去最近的派出所 非常感谢 这个包对我太重要了 报答你 不必了 不必了 举手之劳而已 我很快就要离开了 咱们就此告别吧 祝你在中国玩得愉快 小姐请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不必了吧 我的名字 很快就会消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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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醒了 是游客把你送过来的 你的手机没电了 我们联系不到你的家人 你要不要打个电话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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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怎么能没事呢 你的身上还有抗癌的药单呢 姑娘 你这种身体不能再到处乱跑了 应该在医院接收治疗的 我回去消失了 谢谢大夫 没有什么事我就走了 你先别着急 你还在输液呢 姑娘 你运气好 我们医院来了一个美国的肿瘤专家 让他帮你看一看 或许对你的病会有好处的 不用了 不用说了 谢谢 王医生 看 说操操操操就到了 还有没看 询房 随便看一看 是你 还记得我吗 好 就是这儿了 这就是我以前工作过的地方 吃了这颗饭 我也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青岛 陈叔 这两天 我给你提治疗意见的时候 你好像都没有在听 只是带着我到青岛到处游览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提到了消失 陈爽 你是不是没有治疗的打算 你先走 二位请慢用 好 谢谢 不客气 几年前 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一个心怀梦想的年轻人 后来 也是在这个地方 我认识了一个 背着吉他来吃饭的男孩 他比我小很多岁 却爱上我 他的爱回了我的一生 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在这儿 你怎么会要死 你怎么会有什么 他都没准备 你怎么会这样 他是一样的 他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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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解我的家人 他们一旦知道了实情 就算是砸锅卖铁也会为我治病 我不能想象 我的妹妹和儿子 将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的生活已经毁了 不能再毁了他们的人生 所以 你要隐瞒他们 自己一个人等待死亡 你知道吗 生活不一定是一样的 我从小到大都很叛逆 做了很多伤害我家人的事情 我不能再让他们伤心了 钱可以让你活动得更久 我被你捡到的包里 有很多现金 还有一块钻石表 你却仍然把它还给了我 陈霜 你的心灵很干净 实际上 我在美国有一个针对 癌症系统治疗的 临床试验计划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 但我并不能承诺 一定可以把你治好 你知道的 一线癌是很凶猛的 你是说 我有可能在花费不高的情况下 活下去 在医学上我从不说不可能 可是 可是我怎么去美国呢 陈霜 我的太太在四十岁的时候 得癌症去世 从那以后 医院 失业室 就是我的家 除了医学我什么都不在乎 如果你信任我 我们可以结婚 这样的话 你就有了美国身份 就可以帮助你治疗 我的命都已经交到你的手上了 我还有什么可害怕的 不管是告诉你们实情 拖累前家为我看病 还是我一个人默默地躲起来 梦想在童年 逝去母亲这个事情 几乎已经成了定局 我想 如果我可以选择Michael 跟他走 或许还有百万分之一的希望 所以我决定 为了儿子我也要试一试 哪怕这个谎言 会让他备受伤害 但是起码 他知道他的母亲 还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活着 总有一天会相见的 我没有想到 我们会分别这么久 十年来 我受尽了病痛的折磨 苟言残喘地在死亡线上来回徘徊 手术做了一个又一个 医院的病友 也一个一个都走了 医生说 说我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了 Michael帮我介绍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样 在我身体好一些的时候 我就可以挣一点钱 然后寄给你了 去维系我在美国赚大钱的这个谎言 半年前 Michael Michael的心脏方面出了问题 已经过世了 他没有儿女 作为妻子的我成了遗产继承人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Michael竟然是一个财阀世家的小儿子 名下的财产 是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书 但是 Michael临终前给我留了通信 他知道我们熬过这非人的十年 心里只想两件事 一件是对儿子的思念 另外一件 就是活下来之后又向沈家报仇 让他们也体会体会我受到的这些痛苦 Michael以前一直很反对我提什么报仇的事情 可在遗言里面 他却让我用巨额的财产 实现这个愿望 所以 我现在回来 等了十年 我终于看到梦想 长到这么大 我还有能力 让他和初夏 过更好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我的实力 现在甚至已经超过了沈家 陈生 让妈看 记得起 什么时候 都是妈的早的脸 妈 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 我宁愿过最平庸的生活 可是老天爷 他非要一遍一遍地折磨我 我能怎么办 谁让你撒起重祸的 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居然瞒了我们十年 你有没有把这个家当成家 你有没有把我们当成亲人 爸 爸 爸 无数 爸 无数 你这个身体你还喝酒啊 就一杯 没事 没事 少喝点 就是有事 为了这十年 才能吃上的一顿团圆饭 也值啊 来 来 来 咱们为咱们孟家来之不易的团聚 干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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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菜啊 好啊 不容易啊 不容易 来吃菜呢 才得办 哎呦 爸 刚才还抽抽的要骂人 现在把大伙儿高高兴兴的开自然 哎呦 高兴 高兴 老了啊 真是 是 是 来 吃菜 要是小沈也在就好了 初夏业 您小沈好好的 怎么又闹着分手啊 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我跟她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过不到喜趣 哎 那也不能缩散就散呢 婚姻不是儿戏 新闻上说 你当众打了人家一巴掌 这夫妻吵架的词 不能当着外人 你丢不丢人 爸 陈双 你妹妹结婚的事跟你说过吗 嗯 嗯 很好那个小伙 你妹妹三番五次地 要跟人家分手 你也拖着我 说说她们 妈 妈 爸 初夏既然已经打了好几次退堂鼓 就说明她跟那个小沈在一起 不快乐 婚姻和爱情 是应该给人带来幸福的 如果不是这样 又何必在一起呢 我觉得咱们作为家人 也不应该多说什么 应该多站在她身后支持她就可以了 支持她就可以了 嗯 嗯 嗯 现在时代不同了 有过婚姻的女人也不见得不抢手 更何况现在她是我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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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和地位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身份和地位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难道 还怕找不到比小沈更好的男人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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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吃菜吧 老师吧 老师吧 来 来 想去啊 吃鱼 儿子 吃 吃鱼 吃啊 他爸吃啊 来 高高亲切的啊 高高亲切啊 来 来 来 嘴上 疼一些 来 我帮你 哎呦姐 我来就行了 你别动手啊 不用歇着吧啊 这么多年 我就盼着和自己的妹妹能做做家务 怎么会累呢 嗯 姐 我跟沈岸的事儿 我知道 你朋友过世了 把你交给他照顾了 也知道 咱爸把邻居的古董给打碎了 所以你把房子给卖了 沈岸又暗地里 帮你把房子给买了回来 我还知道 你这两天才知道她就是马尔文 所以已经跟她分手 你们两个的这些事情 花点时间 花点金钱 很容易就打听出来 初夏 不知者无罪 只要你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跟别人提起你们的往事 爸妈那边 今天我可以替你瞒到底 从今以后 你也不要再跟沈家有任何联系了 对付他们的事情 由我 孟总 你好 初夏 梦想 来 你看 你这件事 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家了 你们放在丁小姐的行李 我会派人去取 不过在我看来 那些东西也没有什么留下的必要了 这里什么都有 你们看还缺什么的话 可以让管家去给你们置办 梦想 来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总之现在是什么比较流行的 我就让他们都买回来 走了 怎么样 还满意吗 太大了吧 我平时都是睡客厅的 我怕我住不太习惯 所有习惯都是从不习惯开始的 没关系 你要是觉得实在不舒服 咱们可以再换一套 再换一套 是啊 不 不用了 许他沈岸为了接近你偷偷买房子 就不许我这个姐姐 大大方方地送房子给自己的妹妹 我要让他们沈家知道 我妹妹不是仗着有钱就能欺负得了的 妈 怎么了 那个我的出现器你们看见了吗 在我包里呢 怎么了 不喝口味吗 要不要让厨房重新给你做一遍 没有 没有 挺好的 多谢 怎么样 好笑吗 我 我 不好笑 好看 我还以为这身衣服会大 没想到这么合身 怎么样 初夏 咱们家梦想是不是有点公子的意思啊 我们家又多了一位孟公子了 这套衣服真的适合我吗 当然了 我儿子长得这么帅 一定要穿有品质的衣服才要相得以仗 回头衣橱里还有几套你再试试看 先吃饭吧 孟姜 我知道这些年来你和初夏相依为命 你一直管她叫妈妈 但是现在我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 你就不能再管她叫妈妈了 知道吗 要叫小姨 来 这是你小时候作为师的酸菜 尝尝 怎么不吃呢 姐 梦想现在不喜欢吃酸的了 西红柿稍微酸一点都不吃 可不是吗 十年了 人都变得面目全非 何况口味呢 姐 没事的 以后你们住在一起 时间久了自然就了解对方了 梦想 是吧 我没吃 妈 我踢去呢 干嘛呢 穿着 孟想 你以后真的要注意一点 不能再叫我妈了 你也知道 你妈妈这么多年受了多少苦 现在她的心里是很脆弱的 你如果再这么叫我 她真的会伤心的 我这不是故意的 这一时半会也改不过来啊 那就从现在开始改 总有一天可以改过来的 还有 这衣服 你要多穿 这是她的心意 这个衣服啊 她特别难受 回来 捆得跟粽子一样 你听话 梦想 不舒服也得穿 这是她的心意 行 我知道了 妈 不对 小姨 我们真得住这儿吗 这里虽然很豪华 但是一点都不温馨 一点都没有家的感觉 试试吧 这件 姐 我真试不动啊 我真试不动啊 就这两件吧 这两件要还是 对 就这两件不要 其他都是我包钱 太多了 我又不缺衣服穿啊 你还不缺啊 你才二十八岁 正是好好打扮年纪 你天天就穿这些 我看着心疼 我不在乎这些 初夏 你才二十几岁 多好的年纪啊 你却不得不把大好的青春 全都用来照顾梦想 真是难累你 姐姐 谢谢 看你说的 我是她小姨 你亲妹妹 姐 提起梦想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梦想这孩子吧 本来性格就内向 虽然你们之间的 误会解除了 她也知道当初 你是迫不得已 才离开的 可是毕竟十年没见了 所以她在你面前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 一点不自然或者尴尬 姐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这个我懂 我相信 慢慢相处相处 会好起来的 还有一件事 我 我能不能先住在丁飞那儿 不跟你们住在一起 正好要给你们两个一点时间 培养一下感情 不是 这怎么可能呢 暂时的 只是暂时的 我如果一直跟你们住在一起 梦想那一旦感觉到尴尬 就跑过来找我 那你们两个什么时候 能解除这种陌生感呢 还有 最近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我的生活跟心情 也确实被搞得一团乱 真的 需要一些安静的时间 好好调整一下 姐 你就让我去吧 姐 那就一个月 一个月 你必须回来跟我们接受 好吗 嗯 初夏 从今天开始 我希望你多关心关心自己 多为自己想一想 过时属于你自己的日子 不管你是想工作闯事业 还是环游世界 或者 你想到国外去读几年书 都没有问题 这些我都可以给你安排妥当 这也是我这次回国 要完成的任务之一 姐 你之前说 要报复 也是任务之一吗 对 而且是很重要的任务 那你打算怎么报复呢 最近沈氏集团受新闻事件的影响 自己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这你清楚吧 嗯 听说了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 M集团 对沈氏有并购计划 所以说 沈氏这个名字 能不能保留到最后 现在都还不清楚 当然保不住了 成为沈氏的新主人之后 我会把沈家的人一个一个全部提出去 让他们真正地在我面前低头救揚 姐 那你 没错 现在坐在你对面的人 我孟晨双 就是M集团的董事长 什么 你姐姐是M集团的董事长 M集团现在又和沈氏杠上了 天哪 孟初夏 你这么平凡一人 怎么接二连三遇到这么狗血的事情啊 我看你都能写本书了 你就别气我了 谁想把生活过得像一本家作恩怨小说呀 我巴不得 日子就像一本日历 简简单单清清楚楚 也不知道 共享这两天怎么样 以前一提到这个龙龙面小摸头 你就投他 才两天没见就想了吧 你 是不是因为 你姐姐和沈氏杨的关系 觉得特别尴尬 所以才不跟他们主要 你就别胡想乱想了 我不是说了吗 他们母子十年没见了 的确需要一点单独相处的时间 我说是沈氏杨的关系 你对于你姐姐 现在要报复沈氏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你打算站在哪一边 我哪一边也不想站 如果在地球上只有一条缝就好了 我就钻进去再也不出来 谁也不用管我 我也不用再管谁 你不想去做的事情呢 没人能勉强去做 你不想想的事情 咱也别想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可能不论沈氏 还是你姐姐 都有可能会把你牵扯起来 但是别害怕 你还有我们 你要相信 不论你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永远会站在你这边 加油 谢谢 谢谢 最近没有沈哥哥的消息吗 我知道了 谢谢啊 怎么差三十块钱呢 你看 这烤片五出二 你那怎么六出二 真不好意思 炳子 正晚什么事啊 二鹏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呀 我知道沈哥哥在哪了 我先要去找他 银子 我觉得 我 我觉得 什么呀 我觉得是不该你去找他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现在着急出门 挂了 我来村长啊 去机场 你怎么那么莽撞啊 万一撞我怎么办 我 我 这一着急我就跑过来了 银子 你真的不能去找他 为什么呀 我吧 就是一个粗人 我不会讲大道理 也不会煽情 我这事简单点跟你说吧 你就算找到沈哥又怎样 你就算知道他住男的又怎么样 他会愿意跟你一起回来吗 他会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愿意跟我回来 男人就是小孩 这性子拧在了一起啊 不是一般人能解开的 沈安为什么躲开咱们 原因咱们都很清楚 他们家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都不能回到家亲自面对 我想问你 你有什么能力 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 银子 我喜欢丁飞 我追过丁飞追过很多年 丁飞从来就没答应过 丁飞处男朋友一叉接一叉 要是换到一般人早就受不了 可是我 一句谚言都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 你二啊 我是二 可这跟二伴没有一点关系 我喜欢丁飞 我非常喜欢他 所以我希望他开心他幸福 这样的话我就高兴 当然 如果这个快乐幸福 是我能给予的 那是最好的 如果我给予不了的话 我也会祝福他 早日找到一个 能给予他快乐幸福的人 这也就是爱情 银子 你也应该站在沈安的角度 好好地去想一想 到底沈安现在 最想见到的是谁 又是谁 此时此刻最能帮助沈安 再说 彼 从你 的清神 天公 翔安 来干嘛啊 我想菲菲阿姨了呗 她就得了吧 这想给你那个妈 你这孩子 让你跟你妈多相处相处 怎么就这么不停的妈妈 就是 小事儿 不害羞 我跟她打过招呼了 估计是你妈过来抓人 不会吧 你不是说打过招呼了吗 露虾了吧 你怎么来的呀 我不在我底下遇见 那可不说你们俩还挺有缘啊 露露 干嘛在门口说话呀 不然家也能进来吗 乔小姐 我知道你会去什么 虽然说中小和小的学生 有学是分 但是你去不去哪儿 你是想全特大地 你让我打击的事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有办法 有机会失败的 麻烦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帮你们带什么事情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 对对 现在我肯定是真的有些事 后来也不会谈你了 我需要火锅算机 你别忘了这一盒金刚付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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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没有资格来找你 可是我还是想拜托你 过去的事情 我要拜托你 我已经来过来 现在是 沈钢已经好几天都没有消息了 我只是看很多人了 是的 他没想到就是 有那一百多多个人 我知道 我曾经把他拉出英语的 是他曾经央紧的 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 我很担心他付出什么 不理智的事情了 什么 不会的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沈哥哥 是一个很理智很坚强的人 出了事 顶多躲起来 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现在沈氏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不就证明了 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强吗 初夏姐姐 能不能看在 沈哥哥曾经那么对你好的份上 求求你把他带回来好吗 至少 让我们知道 他还活着 求求你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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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看 你好 女士 有您给帮您 你好 麻烦问一下 这事吗 赵姆里的这个人 是不是在这呢 不好意思女士 我们这边不能透露客人的 个人信息 请原谅 我找的真的有点挤士 麻烦您再帮我看一下 吸号请点击鼠擠 您好 前面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照片里面 没有 那如果您看到它 请再联系我好吗 好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打扰一下 帮我们合个影好吗 帮我们合个影好吗 帮我们合个影好吗